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雄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的是高雄的博尔艺术特区大义仓库 C7动漫仓库 我们今天要来帮大家开箱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展览 叫做这不会考二 这个展览是由博尔艺术特区跟疾病管制署的一个IP 叫做疾病女人 把很多的一些传染病啊 把他用年化的方式邀请台湾很多的插画家 很多的时尚设计师声音艺术家甚至是维缩模型师 一起针对传染病这样的议题做了整个的大展览 我们很快就要带大家进去逛一逛 但是我差点忘记了 今天呢我邀请到了一个非常重量级的来宾 那就是卫生福利部的部长陈时中阿中部长 欢迎部长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哇 阿中部长终于今天来到这个展览的现场 部长这个计划您知道吗 你对他感想怎么样 对疾病女人这个是从要思考大家怎么样认识各种疾病作为一个出发 怎么样学会预防的方法 那这只能因为动漫圈的女人化的题材很受到大家的一个重视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当做一个最好的切入点 那部长等会就要跟大家一起去逛展 我今天准备了两个关卡要来考验一下部长 部长愿不愿意接受我们的挑战 那看一看我年纪大了不一定考的 不会啦 哈哈哈哈哈哈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到这个展区呢是病原时尚的展区 那在这边呢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的一些实装设计师 以及呢这个摄影家 他们怎样去呈现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个基地 那部长我们刚刚说了有没有关卡要来挑战您 对不对 我们接下来要迎接第一个关卡啦 来 好我们请站这边 好那我们COSER身上呢有拿着一个牌子哦 那这个牌子上面有三个圈圈 这三个圈圈呢就露出了我们的题目 那部长你看一下这三个圈圈里面的这个配件 象征了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呢 这个翅膀应该是跟蚊子有关 而且呢一次有三个角色 应该就是我们的日本脑炎 哦是不是日本脑炎呢 我们请初级的COSER撕开来看看 没错哦就是日本脑炎 恭喜部长答对了 谢谢谢谢 好厉害哦厉害哦 那这次摄影师他们透过COSER 这个模特肢体的一个扭曲展示 那它是对应了就是日本脑炎的 这个其中一个病症 那刚刚部长我们有提到 其实人类在对抗这些疾病的历史 也非常的非常的悠久 那这次展览比较特殊的是 我们其实在后方用大投影的一个投影装置 去呈现了就是这些疾病来到台湾的时间点 以及我们甚至还展出了它到当时造成的疫情 所以它可能有多少人感染甚至多少人死亡 部长我其实蛮好奇的 您作为工会的专家也在台湾服务这么久 那你有没有在你的人生当中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疾病传染病 小的时候啦 我在小三的时候台湾流行是霍乱 所以那时候要打霍乱的预防针 那接下来就是日本脑炎 那也让整个社区都非常的紧张 那看到前面几个疾病大家讲登革 登革热区在台湾也在5、6年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 好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我们下一个展区 这个展区叫做谁来晚餐 那部长我们疾病居然都拟人化了 人就要吃东西嘛 所以在这个展区当中呢 我们其实设计了5个疾病拟人角色的餐桌 那为什么是5个呢? 因为其实这5个刚好就对应到了 就是这些疾病的传播的方式 包含像虫霉、接触、饮食、空气跟血液 那等会儿呢 第二个关卡呢 我们就要考一考部长 因为我们等会儿要请部长 帮我们看一下这个餐桌 这个餐桌上面的食物到底是哪一个疾病 它的餐桌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邀请部长 我们部长要来这个地方 我们要看看里面的这个餐桌 所以部长您刚才看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对 部长您觉得这样子的一个餐点 到底是哪一个疾病的餐点会长这个样子 那看到这是满桌的生蒙海鲜 那现在是秋冬的季节 我想我们最需要注意的就是病毒性肠胃炎 病毒性肠胃炎每年大约从秋冬开始流行 所以大家在饮食务必要注意卫生与安全 正确的答案就是病毒性肠胃炎 恭喜 哇部长又答对了 超厉害超厉害 部长我们今天这个整个展览的开箱 已经到这边呢 已经到最后的尾身了 一路逛下来 部长您自己对逛展的心得你觉得如何呢 这个展览非常的有趣 基本上因为它寓教于乐 不过呢参观展览还是不要忘了佩戴口罩 那要保持社交距离 尽量配合各种场馆的防疫措施 防疫不松懈 部长那这个展览其实在最后的这些阶段 有设计很有趣的 让我们跟这些疾病共处的一个体验 是一个大头贴机 那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 可以邀请部长跟我一起来拍一张大头贴呢 好 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 好 那我们这边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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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